看来谁会出现呢 这位就厉害了 我觉得他非常的资深 你们怎么我们还没有公布是什么奖项 谁上场你们都知道 你们就把灯牌又举起来了 听我说 对于他 有以下几个形容词 第一 颜值 第二 歌声 第三 人气 实至名归 第四 才华 我已经看到他的灯牌出现了 其实我说了这八个字 其实大家 大家其实有很多人可以去 match啊匹配啊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 对 而且呢 我记得在我做DJ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飞伦海的组合啊 有一个话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不久呢 我在我个人的微博上发了一条 和飞伦海十年前 我们的这个合影啊 然后就发现他的转发率达到了几十万 可见我们 颜亚伦的人气旺不旺 有请颜亚伦 有请 同时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recipian 亚太区总运营负责人 任建华先生 为颜亚伦颁奖 有请 恭喜 四个奖项哦 好 谢谢 厉害先生 谢谢 恭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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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伦 亚伦 又一次来到了音乐先锋榜的舞台 又一年收获了那么多的奖项 此刻跟往年不一样的新生是什么 同样的新生是很开心又来到广州 很高兴又可以跟所有的歌名朋友见面 不一样的是 现在拿的专辑 并不全部都是我的创作 接下来我会努力在自己的写歌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吗 非常期待 然后谢谢音乐先锋榜 给我的这个奖项 每一年都给我很多的鼓励 谢谢大家 你值得拥有 谢谢谢谢 再次感谢亚伦 辛苦一下 四个奖项 我们有同事可以帮忙拿一下的后面 稍后我们将会听到 严亚伦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带来的好声音 对了 刚才亚伦说了 未来他会写更多的好歌 我们一起期待亚伦他的全新的创作 好 非常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歌手到一个阶段的这个转型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